Hello 大家好 我是喵喵 这一期的视频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学会用我们这个黑科技的底胶去贴甲片的方法 我用的是我们家这款无痕设计的有防滑设计的甲片 选择好大小之后取一小颗底胶 底胶的量要比平时大家涂底胶的量稍微多一些 再把比剩余的底胶刷在左右两侧以及指尖 但是大部分的底胶呢是在你后缘贴合的这个位置 把甲片从后往前按压 大家可以在感受到按压的时候 你的力度作用在哪个位置 底胶呢它就会往前流 那流到我们的指尖的地方的时候 大家的力度就要保持在一块 保持在这一块 好 用便携的光料灯去把它固化干 固化完了之后 大家可以去放到大的光料灯里面 进行一个完全固化 因为这一款甲片特别的薄 所以直接用指甲刀就可以把它的形状稍微调整一下之后呢 再用磨砂条进行一个调整 这时候甲片其实已经贴的特别的牢了 所以大家修行的时候不需要像我们用胶水那样子 还要去按压住我们的甲片再去修 现在呢我们对后圆坡度的这个位置 没贴与贴了甲片这个坡度的位置 稍微做一下调整 用磨砂条去打磨 甲片不要打磨到本甲了 好 让它的坡度是一个自然的 再对指尖修了甲型的地方呢 进行一个下坡 做完下坡之后后面我们涂胶的时候 这个地方才会更加的顺滑不会对焦 整体呢稍微用海棉泡去刻磨一下 让它成雾面的状态 这样呢我们等会上底胶的时候结合也才会更好 用硬质的毛刷扫掉粉层 再用一张干的棉片可以去把甲片内部和表面清洁干净 现在再取底胶按照平时大家涂底胶的方法就可以了啊 但是这个地方呢多了一点就是我们在涂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我们是要涂到甲片的里面的指尖的这一块位置 因为我们用的甲片去贴合了 用底胶去贴合了这个甲片之后呢 没有东西 指尖的地方它会渗透一些 比如说空气水分 那我们肯定是要把指尖甲心的这一块的那个底胶保护起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上一个底胶 等会呢我们涂封层的时候也要里面涂一个封层 是不是甲心的这一块位置我们就把底胶保护起来了 但是你如果不涂底胶直接涂封层的话 它跟甲片其实是没有结合的 所以这个地方跟平时不一样要涂底胶跟封层 然后呢再用三合一的胶去把后圆坡度的这个地方调平 因为三合一的胶的话 它特别的稀很好就留平了 而且它不容易到处乱留 你可以涂一定的厚度 特别好用也不需要打磨 最后就是大家做一个喜欢的颜色 我给它做了一个宽猫眼 上一个封层 那不要忘记了上封层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要去上内侧 你可以这样倒过来上 也可以用你自己的笔去上会方便很多 要一次上完哦 上了之后我们就去照灯就做好了 看一下效果超级棒 如果有问题